行政院长陈建仁协同屏东县长周春敏 经济部次长林全能 水利署长赖建信 视察屏东市复兴公园 这座公园设计上运用大面积水域 拉近民众与水之间的距离 更有大量林荫植栽 让人犹如走进水岸森林般窃益 陈建仁看到空拍照片 大赞水岸景色及清幽氛围 仿佛置身在瑞士的日内瓦湖般享受 这有一点像日内瓦湖 那我是觉得屏东有这样的复兴公园 真的是大家的福气 陈建仁表示 前瞻基础建设成果全世界都看得到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2023年IMD世界竞争力年报 在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中 台湾连续三年蝉联世界第一 世界竞争力的这个排名 那我们在2023年 2024年还没有出来 在64个受评的国家当中 我们的总体排名 从2016年的第14名 增加到2023年的第6名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当中 我们是连续三年蝉联世界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当我们认真在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地方来建设的时候 我们全世界都看得到 周春明表示近年在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支持下 大幅改善屏东水环境建设 提升防洪韧性及自然水普及率 未来四年希望能透过中央资源溢注 让自然水普及率达到九成 从2014年那时候潘崩安前县长上任的时候 屏东的主来最是四十八% 那大概现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每年大概成长三%三% 所以今年是七十% 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县市 我们还是慢了一点 所以我想在这边要跟行政院建议 可不可以三%变成五% 我们可以在四年内就达到九成 周春明表示提升自来水供水普及率 为近年来重要宪政之一 判中央大力支持 未来县府团地将持续努力 使更多民众能享有基本用水权益 维护民众用水安全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水平